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冒险 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磨虫 磨虫 打开双赤 磨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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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险游戏 我喜欢 我来拍第一下 妈妈 我们又来到了成语花园 是啊是啊 我们又可以看故事 猜成语 学成语了 姚虫先生 怎么还没来 和和 咱俩在一起 是不是时间太长了 说的想的都一样 是啊 我都变得和你一样的兴急了 人人都说 个个都懂 字数不多 故事不少 欢迎来到成语猜猜猜猜猜猜猜 嫖虫先生 你好 妈妈呵呵 你们好啊 嫖虫先生 我们今天要看的是什么故事呢 是啊 好期待啊 每天都有好的故事 你们现在就用口令开启成语之旅吧 有一天 有一天 风和日丽 平静的森林里突然传来阿卡的紧急播报声 爆炸性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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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生什么事 阿卡 小福当了临时记者 采访回来得了重感冒 啊 他还好吗 他身体还好 就是他让我转告大家感冒传染 请大家这几天千万不要找他玩 那他多慢呢 慢也没办法 为了其他伙伴们的健康 他必须这么做 好啦 我去通知别的伙伴了 你们一定要记住啊 别去找小福啊 嗯 可怜的小福 你在想什么呢 欣欣 哦 没什么 你是不是想去探望小福 嗯 阿卡说了 重感冒会传染 你还是不要去了 嗯 我知道 你也别去啊 嗯 嗯 放心吧 哎 你去哪儿啊 我回家睡午觉 金极通知 小福更感冒 请大家不要找他玩 也不要靠近他家 当记者可真不容易啊 是啊 怕传染给我们 只能自己呆着真不放心 所以大家一定要听话 别去看他呀 哦 知道了 你们这群不听话的家伙 那你不是也跑过来了 我担心想扶自己在家没什么吃的 就来给他送一点坚果 也想告诉他 大家都很惦记他 我们也是这么想的 胆子最小的果果竟然也来了 我本来还怕大家都被传染 所以想单独行动的 真没想到 大家都是这么想的 谁让咱们是好朋友呢 真磨叽啊 爆炸新消息 爆炸新消息 小福 我们把东西给你放门口了 等会记得出来拿 是啊 要早点好起来 先休息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请根据刚才的动画片内容 总结出一个四字成语 在这个沙漏漏光之前 猜出正确成语 即为闯关成功 嘿 这个我来 我想到了一个 我也想到了一个 不过你先说你的 嗯 我觉得大家都很关心小福 说明我们大森林里的小伙伴都很团结有爱 嘿嘿嘿 团结有爱 嗯 没错没错 我想到的也是这个 飘虫先生 看看 我们俩都想到一起去了 团结有爱 对不对呀 很遗憾 不是正确答案 看来咱俩都想错了 而且还错到一块去了 哈哈 你们大家确实都很团结有爱 不过团结有爱不是成语哦 再想想 还有什么成语呢 飘虫先生 要不您给我们一些提示吧 好的 给你们两个字的提示 你们把其余的两个字 补充完整就可以了 啊 我知道了 不约而同 恭喜你们 闯关成功 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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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约而同就是指 没有预先约定 而彼此的看法或者行动一致 你们刚才的做法 就很好地体现了 不约而同这个成语 哈哈 没想到 成语就隐藏在 我们日常的说话 做事当中啊 真的呀 呵呵 我想这个不约而同 还是因为我们平常啊 一直在一起 时间长了就有了默契 没错 飘虫先生 谢谢你今天给我们提供了 这么一个可爱的成语 我们要去闯下一关了 再见 飘虫先生 再见 不回答我了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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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时间赛跑 破译动物档案 线索不断浮现 真相越来越近 调动知识 开动脑筋 猜猜它到底是谁 如果你们在我公布答案前 猜出它到底是谁 就算成功 可以继续前行 否则就要接受惩罚 屏幕前的小朋友 你可以和小伙伴 或者是爸爸妈妈 一起来玩 看 看谁能先猜出 它到底是谁 开始 它是一种古老的昆虫 最早可追溯到3.2亿年前 远古时期 它比我们想象中的要大得多 成为当时空中的霸主 是不折不扣的肉食主义者 最主要的食物 是各种昆虫 以及一些小的动物 比如幼年的蜥蜴 太恐怖了 能吃小蜥蜴的昆虫 那得多大呀 好在是在远古时期 它是自然界中优秀的飞行者 研究它的飞行原理 对飞机的设计制造 具有重大意义 什么昆虫像飞机呢 不一定是像飞机 主要研究的是它们的飞行方式 好吧好吧 不和你抬杠 它触角很短 但是上面分布了许多感受器 触角很短 很短 让我好好想想 还是往下听吧 它口气相当发达 可以撕咬猎物 方便进食 并能够在三十分钟内 吃光与自己体重相当的食物 好凶啊 撕咬 哎呀 听着好厉害 这吃饭的速度也很快 它 视力超群 世界广阔 它的眼睛 是由许多个单眼组成的副眼 可以更大范围地观察周围生物的移动轨迹 仿生照相机 就是模仿它的复眼独特构造原理制成的 嘿 它可真够厉害的 造飞机得研究它 仿生照相机也是受它眼睛的启发 嗯 我心里有数了 嘿嘿 蜻蜓 啊 蜻蜓 它 喜欢潮湿的环境 所以 一般在池塘 或者河边飞行 它的幼虫 也需要在水中发育 它通过 点水的方式 将卵 铲入水中 哦 蜻蜓点水 这个我知道 那就是蜻蜓 对 就是蜻蜓 好了 现在公布答案 蜻蜓 恭喜你们答对了 还有屏幕前的伙伴们 也谢谢你们的参与哦 哈哈哈哈 耶 蜻蜓是食肉性昆虫 捕食苍蝇 蚊子 叶蝉 小型蝶鹅类 等多种农林牧业害虫 是有益于人类的昆虫 好了 二位 你们可以继续前进了 这为我 五 四 三 二 一 神奇动物排行榜 在这里 我们将猎属世界上 最神奇的动物们 有请蛟狼查课和狐猴大师 大家好啊 我是蛟狼查课 这是我最好的朋友狐猴大师 大家好 我的朋友们 很高兴见到你们 今天咱们要请出哪些神奇的动物呢 我的朋友 好吧 我来给出线索 今天的节目是有关动物们的神奇魔力 你近一点你就会陷入魔咒了 是的 先生 今天的节目有关动物界的魔术师 他们真的能念咒语吗 他们有特殊的戏法 这些神奇的动物都是谁呢 我们来看看吧 这里有五位动物魔法师 你觉得谁会是第五名呢 让我们来发现吧 有请 第五名 好 我的朋友 准备好发现第一位魔法师了吗 是的 很好 因为我要在你身上施展魔法了 什么 放松过去 不会疼的 你用这块表干什么呀 我打算催眠你 那什么什么是催眠 我会让你进入很沉很深的睡眠 看着这块表 好吧 你要睡着了 变得非常非常困 我要变得很困 我要变得很饿 大师 大师 你应该睡着的 我应该吗 好讨厌 我觉得我还是应该把催眠交给专业人士 你觉得呢 他住在珊瑚礁里 用魔术催眠动物 他就是乌贼 他的皮肤怎么了 为什么一闪一闪呢 我的朋友 他正在催眠他的猎物呢 看到了吗 乌贼不用表 他催眠用的是他的皮肤 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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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做到的 要想知道 我们就得凑近些 看到他满身的小点了吗 乌贼 可以非常快地改变点的大小 他们就是这样 让自己的皮肤颜色快速变化的 这真的是太厉害了 当捕捉危险的动物时 这种快速变化皮肤颜色的技能 就变得非常重要了 比如说呢 螃蟹 他们有非常锋利的蟹熬 是的 没错 乌贼可不想被夹住 所以就要变色 变得好快 看 那只螃蟹被催眠了 乌贼可以出击了 乌贼抓住犯困的螃蟹 也不用担心被夹住了 太棒了 太棒了 让我试试吧 让我试试 胡贼 胡贼 你要困了 你要困了 不担心 火箭 担心 来看一看 第四名 冰箱非常适合储存食物 食物 不过在野外没有冰箱 那动物们要怎么保持食物的新鲜呢 这很难 大部分动物只能靠有什么吃什么 剩下的只能认其腐烂了 我可不喜欢这样 其他的动物们也不喜欢 所以就要用魔法来保鲜了 它叫绝土蜂 它在地上挖洞做房子 让宝宝住进去 地洞也是它用来储存宝宝食物的冰箱 那么绝土蜂宝宝吃什么呢 虫子 这只蟋蟀是绝土蜂最好的宝宝食物 所以绝土蜂用尾部的针注射用魔力的药 蟋蟀就跑不了了 这可真是厉害的魔法 没错 绝土蜂不费吹灰之力 就能把它拖进满是风软的地洞了 进去吧 接着它关闭地洞和冰箱门 绝土蜂真的是很照顾它的宝宝 是不是 是的伯计 这都要靠它们尾部的魔力药水 而我们下一位要出场的嘉宾 它的魔力药水在嘴里 有请第三名 冬天的来临 对那些住在乡下 小身体大胃口的动物来说 是非常糟糕的消息 是瞿鲸 没错 瞿鲸如果找不到吃的 不到五个小时 它就会死亡 它们最喜欢吃的食物之一 是蚯蚓 瞿鲸觉得虫子非常美味 不过有时它们也不会狼吞虎咽掉 它们用特殊的魔力药水 防止蚯蚓逃跑 哦 是什么药水啊 这种药水藏在瞿鲸的唾液里 是一种特殊的毒液 只要咬一口 虫子们就会在特殊的地洞中 成为瞿鲸的储备粮 哦哦哦哦哦哦哦 所以所以瞿鲸也有地下冰箱吗 是的 没错 一旦瞿鲸找不到吃的 就会钻进冰箱 找救命的零食 哦 真是聪明啊 但是我的冰箱里储存的食物 一般是奶酪 让我们来看一看 第二名 这是下一位动物魔法师的家 哦哦 是蜘蛛哦 没错 不过它还不饿 它想把蜜蜂储藏起来 好在稍后当午餐吃 它 它没有冰箱吗 没有 所以它会用一些蜘蛛特有的魔力 哦 当蜘蛛咬了蜜蜂 会吐出一些魔力药水 防止蜜蜂一动 现在它飞不走了 不过等等 还有 蜘蛛还有其他办法给午餐保鲜 我们也用这个办法 大猩猩 哦 谢谢 这是给我的三明治吗 哦 大师大师 忘了三明治吧 看看上面盖了什么 哦 那个 看上去像是塑料膜啊 没错 说得对 塑料膜能帮助三明治 将空气隔绝在外 蜘蛛有类似的办法 不过它们用的不是塑料膜 它们用蛛丝包住自己的食物 哦 哦 不过后 你在干什么 呃 我 我 我在 我在做实验 是的 我在看这个三明治是不是新鲜 你想吃三明治是不是 是的 不过我是为了科学的目的 去吧 快点儿 因为我们还要见下一个动物魔术师呢 那就剩下 第一名了 好了 大师 准备好去见终极魔法师了吗 是的 准备好了 我们小小的魔术师 在这些虫子身上施了咒语 这些是蚂蚁 现在冬天来临 大多数蚂蚁都离开草地 进入地下洞穴了 不过有些蚂蚁 被这只小魔法师施了咒语 这位魔法师住在他们的脑袋里 那真的是非常小的魔法师了 确实很小伙计 它是一种很小的虫子叫甘西虫 它有着世界上最神奇的生活经历 看 在那 在蚂蚁的脑袋里 这位魔法师接管了蚂蚁的大脑 把它当木偶一样控制着 我的天哪 真庆幸我不是木偶 我想象不到比这更糟糕的命运 不过蚂蚁没有选择 它们中了咒语 小小的甘西虫驱使蚂蚁爬到叶子间 用嘴咬住一片草叶 蚂蚁通常不会就这么挂着 因为很容易被天敌吃掉 是兔子 它吃好 没错 对于蚂蚁来说是个坏消息 但是对它脑子里的甘西虫来说 却是好消息 现在它可以离开蚂蚁 进入兔子的肝脏了 随着瞬息血液 它会变得越来越大 成为了兔甘西虫 好厉害呀 真是精彩的故事 小心点 伙计 我们还没有说完呢 甘西虫得想办法让它的幼虫 回到蚂蚁的身体里 所以甘西虫每天会产树切梅卵 那这些卵是怎么离开兔子的身体的呢 从屁股出去呀 不可思议的是 这些卵只有在被蜗牛吃掉以后才会孵化 吃虫卵 一旦进入蜗牛体内 卵孵化以后 幼虫进入蜗牛的呼吸筒 虫子把蜗牛搞得很痒 蜗牛会用粘液覆盖住它们 最后 蜗牛把粘液球里裹着的虫子咳出去 瞧瞧 蜗牛的鼻涕正是蚂蚁最喜欢的食物 这样甘西虫就重新回到蚂蚁的身体里了 是的 它又改变形状进入蚂蚁的大脑 再次用咒语把蚂蚁变成木偶 我的天哪 又是一个轮回 看起来千万不能吃蜗牛的鼻涕 所以当说到变魔术 甘西虫 它可是第一名 好了 下一次再一起发现神奇动物吧 它就带神奇动物排行榜 这回该我了 哎 欢迎来到心跳岔路口 一个路口分成两叉 慎重选择按钮有仨 来吧来吧 答对出动 答错要罚 祝你好运 谜题来了 我们准备好了 请出题吧 别着急 别着急 今天请来的这位动物朋友 和蜻蜓长得特别像 你们知道蜻蜓长什么样吧 那当然 蜻蜓有一对大大的眼睛 对 蜻蜓是宽宠 所以有六条腿 蜻蜓还有两对很漂亮的翅膀 蜻蜓的身体细长细长的 嗯 不错不错 来 先看两张照片 一张是蜻蜓 一张是今天的动物朋友 仔细观察一下 他们俩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呢 这不都是蜻蜓吗 一样的大眼睛 一样的翅膀 毛毛你看 蜻蜓的翅膀 休息的时候是平放着的 可是这只宽虫的翅膀 休息的时候 竖在背后 哎呀 真的是 休息的姿势不一样 嗯 我也发现了蜻蜓的脑袋是圆的 这位动物朋友脑袋不圆 两只大眼睛突出来了 毛毛毛 好眼力 非常好 除了你们发现的这两点之外 今天这位动物朋友的体型也比蜻蜓小得多 飞行速度也远远比不上蜻蜓 那它到底叫什么名字 要给我们带来一个什么故事呢 现在就把时间交给它 有请 嘿大家好啊 我是豆娘 和我的亲戚蜻蜓相比 身材更细长一些 个头也小得多 告诉你们一个秘密 此豆娘只在这种水流平稳的浅滩产卵 看 那边有一对豆娘 此豆娘正在浅滩里产卵 熊豆娘贴心地守护在它身旁 多美好啊 现在 我也圈好自己的领地了 等着美丽的新娘到来 不好 那边飞过来一只熊豆娘 肯定是来抢地盘的 你们猜猜 我会怎么办 这还用问 肯定得大战一场 守住自己的地盘呢 就是 我们熊猫之间为了抢地盘 会特别认真的打架呢 必须分出胜负才行 可是 咱们有爪子和牙齿 豆娘看上去那么弱小 他们用什么来打架呢 打架 那太粗鲁了 我们会尽量选择文雅的解决方式 对 就是这样 互相绕着转圈 在空中盘旋着跳舞 最后等五胜利的那方 将赢得这片水面 为我加油吧 问题来了 雌性豆娘是独自缠卵的吗 红色按钮 不是 绿色按钮 是的 真是太美好了 雌性豆娘不是独自缠卵的 我们的选择是 红色按钮 我们再来看一遍豆娘产卵的画面 红色按钮选择正确 祝贺你们 成功了成功了 成功了 小虫先生 再见 这为我 我要成为掌落塞狐的猫咪了 你们来的正是时候 我正在打扮 不过你们一定猜不到我穿的是什么 你们绝对想不到 没错 看啊 就是羽毛 他们可是这一季的新款 全靠我最最要好的毛茸茸的伙伴们了 你们能猜到它是谁吗 它是一种鸟类 有着最美丽的蓝色 而且它特别会摇摆自己尾巴上的羽毛 没错 它就是孔雀 它的羽毛是不是特别的好看 而且它有好多好多的羽毛 我来数数 一 二 三 四 五 两百 真的有好多好多的羽毛啊 看来我可能还需要更多羽毛 才能看上去像只孔雀 有了这些羽毛 看起来就更美丽了 尤其是它摇摆着它那蓝色尾巴的时候 快看它走路的样子 不过王手挺胸走路的样子 可比任何孔雀都要厉害 好了 我还是不跳舞好了 不过不过既然看上去这么美 这些可能也不那么重要吧 爱你们哦 再见 嘛 这吻我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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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只长着巨大鸟嘴的鸟 哦 是什么东西啊 是一只唐鹅 是一只唐鹅 可是唐鹅的会很懂了大猩猩 你的唐鹅怎么长着很长很大的会呢 啊 我知道了 这个故事是要讲唐鹅的小嘴是怎么来的 哦 太棒了 大猩猩 它要去哪儿 哦 我们进到水里了 那是唐鹅 呃 它要去哪儿啊 哦 我知道了 它的嘴冲着躲起来的小鱼去了 哦 哦 抓得真准 看来今天中午要吃鱼了 哦 哦 好多鱼啊 哎 看 这些可爱的小家伙 我觉得它们饿坏了 嘿嘿 唐鹅 放开它们 别这么欺负人 它们只是想要几条鱼而已 哦 大猩猩 你要去哪儿 你能叫唐鹅别这么欺负它们吗 哦 哇哦 那大嘴可真锋利 怎么回事 哦 这个想法好啊 大猩猩 把那个欺负人的大家伙抓过来 哦 不过那个大猩猩 你还是把剑放下吧 你会弄伤自己的 嘿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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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鹅 别再挥舞剑了 会把人弄伤的 会把人弄伤的 小心啊 大猩猩 哦 哦 哦 它的尖嘴出进树里了 哦 天哪 唐鹅 谁让你老欺负人呢 给你掌掌教训 嗯 好吧 大猩猩 把它拔出来吧 好主意大猩猩 你推 唐鹅往外拔 嗯 没错就是这样 拉呀唐鹅 拉 快拉呀 使劲 使劲加油啊 加油 哦 哦 好了 哦 不 它的嘴破了 叫你对小鸟戳来戳去的 唐鹅 这下好了 再也没有办法 在石头缝里捕鱼了 嗯 它的嘴太短了 够不到鱼了 这可怎么办呢 帮帮它吧 大猩猩 哦 哈哈 鱼 鱼 哈 啊 鸟干什么 它 它飞上天了 嗯 鸟怎么帮它捕鱼啊 哦 哦 哦 唐鹅飞起来就能看到鱼躲在哪儿了 然后就会 哦 冲下水去 它飞速俯冲到水里 可以直奔鱼儿深藏的地方 哦 好主意大猩猩 现在 唐鹅 不再需要长长的嘴了 嗯 说到唐鹅 它去哪儿啊 哦 哦 哦 哇哦 跳得漂亮 唐鹅 下次见喽 大猩猩 更多惊险刺激的冒险在等着你没有 哈哈哈哈 再会 大猩猩 这样子游游地转 这里的风景呀真好看 天好看 地好看 还有一起快乐的小伙伴 大猩猩 转呀转游游 快乐的伙伴说牵着手 牵着你的手 牵着我的手 天天的小伙伴 明天的好朋友 优优独播剧场——